我們每一年在結算申報結束以後 都會辦這個抽獎 我們這個活動主要是希望說 來鼓勵納稅人利用比較方便的 這個安全的結算申報方式 那目前我們財政部有提供 這個自然人憑證、金融憑證 還有健保卡的這個報稅服務 那另外也有稅額試算 那在今年的那個憑證方面 大概有25萬9千的報稅人 大概用這種方式申報 比去年的21萬增加了25%左右 那最主要就是我們新增這個健保卡 健保卡加密碼的服務 那健保卡因為它每一個人都有健保卡 所以其實用起來是蠻方便的 那在這個稅額試算方面 今年是大概有30多萬件 比去年29萬件 大概增加了6.5%左右 那稅額試算它本身呢 它因為有些限制 所以它增幅可能會小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說將來 我們的納稅人都是利用 都是朝這個比較安全 然後比較環保 比較方便的方式來報稅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就是 鼓勵大家用這些方式來報稅 謝謝 謝謝 中文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